我们常说买股票是徒弟 真的卖股票才是师傅 一档个股报到什么时候 应该要下车 就举例最近大家讨论多很高的00940 历经了50个交易日之后 终于回到了发行价 但是光上个礼拜 在创高的同一时间 13000多人下车拼的是解套 同一时间三大把人 买进了41万张 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 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不止00940 最近排着台股创高 有13档的高股息ETF 也创下了新天价 该下车吗 还是该追着他上车 齐文老师请您上台来 创天价的ETF 到底该续报还是该减码 那我觉得是说 当然还是要看一下 大家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那所以当然是你要长期 还是短期 还是你要配息 你要赚价差 那我们当然就是从这几个面向来 稍微检视一下 那我是觉得很不容易的 就是台股的这个ETF 其实这个成长速度 真的是很快 非常快 非常的快 目前已经有七档超过的千亿元的规模了 那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委屈的 有一些ETF 有一点小委屈 大家知道吗 这一档006208 它花了12年 才突破1000亿 然后这一档是刚挂牌 就突破了1000亿 所以我们感觉上投资人是蛮偏心的 大家就是非常的喜欢高股息 但是却把这个所谓的市值型的ETF给忽略了 但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台股的大涨里面 事实上代表总市值的这个0050规模 已经逼近4000亿了 那其他的话 高股息ETF 也都纷纷的追上2000亿的一个规模 不过真的要问一下投资人说 今年这个大行情 大家究竟有没有赚到 有点可惜的是 0050的投资人数66万人 只有66万人 跟今年初相比 只有多这么一滴滴 就是说股市大涨 但是大家没有跟着台股的ETF赚到大钱 那一样的这个富邦的这个006208 也是本来投资人还不到30万人 有增加 增加了一点点 但是也不过只有30几万人 有搭上这个行情 那整个相对来讲 投资人最爱的是什么 其实还是这一档 高股息 00878 投资人数已经到了130万人了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 今年涨幅最多的是谁 从43万人变快要80万人的是00919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整个人气里面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年股市大涨 那投资人在买什么呢 是还在买高股息 但是真正的市值型的ETF 其实投资人数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OK 好 这一页是受益人数的增加 有没有人在今年持续去追捧 这些人气的ETF 但是追他真的就能赚到吗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些人气的ETF 到底今年以来表现如何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今年以来谁涨最多 我刚刚说了 今年大盘 其实台股的大盘 大概涨25%左右 可是我们这两档的这个 市值型的ETF涨幅 其实是超越大盘 超过了35%了 那但是呢 其他的高股息ETF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涨幅从12%到21%不等 事实上是落后了 落后了这个所谓市值型的ETF 那如果说用全过去一年的这个绩效来看的话 事实上市值型的ETF 去年它的表现是弱的 那今年已经慢慢把它追上来了 那如果跟这个所有的这个高股息的ETF相比的话 事实上目前也还只有落后这一档 富华台湾科技而已 那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 类似像说 这个投资人数最多的 这两档 而且规模也相对比较大的这两档的ETF 是相对来讲 就是过去的 这今年以来跟过去一年 相对它的表现稍微比较温和一点 那同样的这个高股息的ETF呢 这两档的话 当然相对好像比较这个 股价上比较有表现 可是我觉得投资人大家关注的重点 都会比较放在配息率上面 那以配息率来看的话 不管是这个0056 或是929 919的话 这个配息率都相当的好 这个929看起来好像比较少一点 但事实上它刚刚挂牌满一年 那它的配息还没有配到12个月 所以就整体来讲的话 可能都有10%左右的水准 所以我觉得对投资人来讲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些高股息ETF 最重要还是在配息率 整个配息率看起来的话 可能年化有来到10%左右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投资人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 你想想看 这个ETF一年就涨这么多 涨的幅度 这个是韩息的报酬率吗 是是是 那我问今年以来的确 你如果说近一年以来 这近12个月 的确在表现上高息没有输太多 但是今年以来就是市值型的 今年表现绩效最好 接下来下半年还有6个月的时间 也会呈现市值型比高股息表现还要好的一个趋势吗 我觉得是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呢就短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说高股息ETF 他接下来会有一个机会是在于说 进入了除息除全潮 所以他们可以慢慢领到一些利息 那即使说股价有一些波动的话呢 就是相对来讲 他们可能是会比较稳健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头来看 像刚刚明汉也帮大家来分析说 如果整个AI的这个热潮 还是持续的话 那当然还是成长性的话 我觉得是市值型的ETF 一定会比较有成长性 那只是短线来讲也许会有一些的波动 但是中长期的成长性 应该还是回到市值型的ETF 所以为什么这两档今年也来涨这么多 因为这里面很多都是台积电 又是像005离台积电的一个比重这么的高 这两档的台积电占比就是一半 是那这些很多高股息是没有台积电的 那我就问呢 比如说00940 我们刚才讲到了上个礼拜创高 其实也不要说创高 只不过回到了发行价 就有13000多人下车了 到底现在手中会有创新高价格的ETF 我怎么判断 下车换其他的 还是紧紧抱着甚至去追他 好 那我觉得是说 我们回头来检视这几个因素好了 因为今天我们决定要买还是要卖 大家当然就是不乏从这几个面向来看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或是评价这几个面向来考量 那以我们来持有ETF来讲 事实上我们买的是一个台股的大盘 对不对 虽然说这当中大家个股的选择 有些差异 但基本上就是买一个台湾股市的一个大盘 好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们的基本面怎么样 还是处在一个还不错 还在持续成长一个状态 那另外来讲 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事实上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多头排列 那另外就筹码面的话 法人是持续买超的 虽然今天有点小卖超 如果整体来看的话 目前还是买多于卖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说只是因为它破了 回到发行价 或是台股的指数在两万两千点 我就应该要卖ETF吗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问号 你可能已经忘了你当初 为什么要买它了 可是我觉得确实台股 目前有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本益比非常的贵 这个是根据我们证交所的统计 整个五月份的话 整个台股的本益比是22倍 然后另外来讲 就是说股市是不是过热 是不是有一个 大家常常会讲一个叫 巴菲特指标 对不对 那就巴菲特指标 你知道现在台股 已经来到多少了吗 297%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纳闷 到底是这个应该要调整了 还是应该台股应该要调整了 其实我觉得它的理论很容易 很简单 就是说你一个整个股市的总市值 竟然超过你这个国家 今年的整个的生产毛额 你超过了一倍以上 其实上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几档股市真的就代表一个整个国家的整个生产规模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量点 那如果是以按照巴菲特他过去来说的话 他觉得到180%以上就叫做严重高股了 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台股是蛮贵的 所以说现在的话 基本面这边看起来是没问题 但是就评价 难怪让大家常常会觉得心惊惊 对不对 因为这个确实是蛮贵的 那至于是说 现在基本面看起来好像可以续报 那究竟什么时候 我应该要落跑 对不对 或是我要减骂呢 我觉得是说我们就要可以看到说 真正风险出现的讯号的时候 我们当然提高境界 那我是觉得说 第一个我们先看技术面 是不是跌破了这些重要的一个均线 第二个我们看到 法人是不是持续在卖操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整个基本面是不是真的转弱 当然第一个我们会先看到说 景气过热了 过热了 过热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觉 那提高警觉之后 如果我们再看到这些数字都出现 那我觉得这个就确实 它就是一个风险的反转 如果这些讯号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觉得短线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修正 但是修正完了以后 如果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所以基本面没有问题 可能就有一些些过热或过贵 所以接下来陆续公布的营收 跟财报就很重要了 营收能不能再把这个本益笔 调得合理一点点 回到上页的字卡 但如果还没有这些警讯出现之前 市值型的ETF 高股息的ETF 有一些是比较精选高股息的ETF 在今年的配置 如果以这样的雏形来看 钱老师你会怎么建议 好那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是会比较偏 我觉得是说年轻人 我觉得应该选成长型的 年轻人选成长 市值型的ETF 然后如果说是退休族 当然大家还是很怕波动 所以可能会可以考虑 高股息的这个ETF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说比较中年的 我们这个一半一半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其实是可以分散持用 比重呢 对比重的话 如果是你进到中年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对那如果是你是年轻人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说 大家可以往市值型的ETF去考量 可是呢 当然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 这个价格太高了 大家会觉得有点买不下手 但事实上同样都市值型的ETF 在去年其实发了蛮多档 去年全年发了蛮多档 大家的价格都只有二十几块而已 其实对年轻人来说 也不会太难入手 了解了 好 谢谢齐芬老师 请先回座了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概念 在两个月之前 齐芬老师就提醒大家过了 在今年市值型的ETF 表现不会输高股息 今年下半年 或许还会延续这样的逻辑 尤其高股息 最近趁着台股进入初全 起的旺季 可能会有一波的表现 但是年轻人可以选市值型的 如果比较进入退休族 可以选高股息的 像我们这种中年人 可以一半一半的资产配置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来提提 AI已经推升了 在之前一波的涨势了 但是最近开始有一些消费性电子 因为AI价格开始蠢蠢欲动 手机电脑将会带动 哪一些的零组件 开始有涨价潮 哪一些个股已经开始动了 休息一下 君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